十岁的范先生 就已经饱受落法困扰多年 亲友曾经介绍过 各种生法的方式 但总是徒劳无功 这个秃头部分 已经影响我很多年了 那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介绍我很多秘方 说可以刺激毛发生长 那也让我去试试看 坊间流传 生法偏方包括涂抹生姜 酒精 绿油精 辣椒等 而最常听到的是 用生姜涂抹或施敷于头皮 可以促进毛发生长 这个方法安全有效吗 直接涂抹在你的头皮上面 小心会接触性的一个皮肤炎 另外还有就是在中国大陆 有些学者他们有做一些 活体的小鼠的一个实验 发现说这个东西 直接涂抹在它的体表面上 反而会有抑制的效果 毛发稀疏的症状各有不同原因 以男性最常见的雄性突为例 除了观察法际线的分布之外 还要配合相关的检查 才能够对症下药 例如说有没有贫血 有没有所谓的缺心 缺铁 有没有自体谜的问题 有没有甲状腺荷蒙问题 这些其实都要先抽个血检查一下 如果确定没有 那配合它的临床 配合它的家族史 毛囊萎缩或是阻塞 都会造成掉发问题 但是治疗方式不同 医师提起对于偏方的使用 要小心谨慎及早治疗 毛囊萎缩死亡比例越低 才有机会改善落法的问题 大爱新闻洪虫好张震龙 台北新电报导 接下来是今天邮逼